你为什么会压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是春季 我们把春季分为 前 中 后 现在是属于春季的旺季钱 做得好的老板娘 在这个阶段 人家已经进货呢 你还在观望 我到底要不要上春款 具体要不要上春款 去看我上条视频 那接下来是旺季中 那旺季中 做得好的老板娘 已经把货储备到位了 就等旺季那一天的爆发 旺季来的时候 人家在干嘛 在卖货 你在干嘛 你在进货 你说大姐不对啊 我是看天气上货的 比如说今天是周一 周三我们这儿 马上就要升温了 那我周二就可以去进货 周三直接挂在店里卖 那岂不是旺季来了 我的新款刚刚好也到了呀 你想的美呢 亲爱的 你进就有吗 当你需要货的时候 全国都需要货呀 你进就有吗 是不是要排单 至少要排单 五到七天吧 你说不可能 我基本上 我拿货第二天都有现货 OK 看看你拿的什么货 普通的T恤 普通的卫衣 普通的牛仔裤 毫无特色的产品 毫无竞争力的产品 那咱们全体怎么做好配搭 怎么做好店铺的差异化 对吧 你看看市场上那些流行款呀 或者那些新款呀 哪一个不需要排单的 你要储备五到七天的时间 这五到七天 是排单的路上 别人在这个时候 已经是高销售了 你这个时候在干嘛 还在等货 旺季结尾的时候 别人已经可以清货了 你还在等下一波的销售 大家知道顾客的购买月 其实春季就那么几天 如果后面的气温持续到18 20 22度 顾客就没有购买月了 前期那些顾客已经储备好春款了 在这里 等你再卖的时候 别的做的好的店 就已经才清货了 再降价了 给大家说的再详细一点 这个月我给自己定了8万块钱的营业额 比如你的倍率是乘以2 那你必须进多少钱的货 才有可能卖出来8万 必须要进到五到六万的货 你不可能进4万块钱的货 我的货全部卖完 一件不剩 那这种事情不可能存在 我给自己定了8万块钱的业绩 第一个月 我进多少钱呢 我进4万 你在进货的时候 别人已经进行第二次补货 我再补个1万块钱的货 正好5万块钱 5万块钱的货 人家已经销售出来了 7万了 也就是说 人家已经有2万的利润了 所以说 他在旺季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2万的利润回本了 进价5万的货 我能卖出来10万 我卖出来7万了 还有3万的货 3万的货在哪啊 在这儿呢 这个时候 就算100块钱卖的产品 他甩货甩50 他都是纯赚的 因为前边的成本 他已经收回来了 当人家清货的时候 你是不舍得清的 因为你整个的计货额 还没有回本 所以你就不舍得清货 不舍得清货 就会导致你 慢慢的货越积越多 所以说一定要跟上节奏 这个我只是讲了个春季 具体的夏季秋季冬季 哪个季节要大量上 哪个季节要收紧 哪个季节要清货 一定要掌握好 每一个季节的任务 每个季节的划分 为什么有的月份 高销售低利润 有的月份 低销售高利润 有的月份 我赔钱也要把货清掉 想要找到以上答案 小黄车里面这个课 可以帮你解决 实质性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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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